那我们接下来就先从范例开始将你们下载 我们先观看这件事 刚刚我有跟各位分享 我的范例都放在这边 我的范例都放在这边 所以麻烦请各位 麻烦请各位 就是等一下先把范例下载下来 然后教完范例下载 我再教你什么是Power BI 首先我先把范例下载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 https-go.gl 斜线YTZ 然后接下来是大写的R 大写的R跟小写的X 大写的T 这边大小写不可以打错字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go.gl 斜线YTZ 都是小写 然后接下来这个大写的R 然后小写的X 大写的T Enter 我们今天课程是2018年11月13号 大数据分析进阶应用 所以你要范例的话是点这一个 回家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有没有看到 大数据分析基础 我看你在哪里 我最近 如果这边找不到基础班的话 大数据分析基础 那就往下去找 大数据分析基础班 这边有看到吗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影片连结 好 例如说我先举例了 例如说点一下他 麻烦请稍微注意一下 不可能只有一部影片 不是只有这一部影片 麻烦请你 就是Power BI大数据分析基础应用 01看完之后 那继续看02 03 可是他这边做的真的很不好 做的真的很不好 所以麻烦请你搜寻一下好不好 当你搜寻什么02的时候 有看到吗02 02看完之后 你看第一部就要花大概一个小时 第二部要花是将近一个小时 接下来第一部是不是花了一个半小时 第二部是不是花一个小时 再接下来还有零单 我都把它整理好放在一个清单里面 可是他都乱跳 这是YouTube 所以这边有看到03 04 05 06 要看到 4 3 12 12 听得懂吗 就是这是出街 他们就已经上完这些东西 我不希望说花太多时间 再重复交出街 不然我后面那么多很重要的东西都交不到 这是我觉得好可惜的 可以了解哦 反正初阶或者是你不想要看台北市政府版 你可以去看行政院版 行政院版我们还要求大家 就是最后一篇的时候 班主上海报告 你可以去看 哇他们好会报告 非常会报告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学会 而且当我们跟我跟助教 必须要去协助大家 至少你要学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我们就分 例如说第一组报 癌症 癌症 认识近30年来台湾癌症 然后各县市台北要变化 第二组能报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的交通意外事故 近几年 绝对都是近几年的交通意外事故 可以了解吗 只是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意愿 就是这样子学你会学得更好一点 好不管怎么样 记住哦 就是01看完看02 02看完看03 03是你看教你地理分析 散布分析 动态分析 然后 然后继续看04 了解树状图综合图 百分比直调图 联动出毛利率 出毛利率就是写韩式了 再接下来第五部影片 第五部影片 在这边 我们还要去学 如何去定两个档案来去做 档案的整合EP 然后资料转换 档案读入资料库等等 这些几乎都是 反正12部影片 一部影片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半 那你就自己去安排 例如说至少一天我们看完 那个一到两部影片 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讲的 我们的这个范例 要知道怎么到这个 这个画面 就是输入htppsm号写线 写线go.gl go.gl 写线ypz 大写的r 然后x 大写的t 然后接下来 请你下载办例 下载大数据分析进阶应用的办例 我们第一天上课 我的计划是把所有基础课程 今天全部交完 所以请点这个地方 也只有一个可以点的地方 就是这个网下的箭头 这就叫下载 下载完毕这个资料放在哪里 请你不要点它 你点它可能会变成 现在这个资料还是正常的 可是有时候我们从网路上下载下来 它根本就不是做成Excel的档案 例如说Json 你就会看到一大堆的乱码 还有那个不正常的情形 所以不用打开来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档案会在什么地方 这个档案会在下载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因为你刚刚做下载这个动作的话 它当然就会放在资料夹 这边下载 这里面 好 可以知道自己的资料放在什么地方就好了 好 那现在就要先麻烦请你做第一件事情 范例下载 请你先做第一件事情 把范例下载下来